我叫董璐 那从今天开始呢 在未来的18周当中 要给大家上18节课 这本课程呢叫体育赛事报道 以后呢 上课不点名 你愿意来呢 就来 不愿意来也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你要按照班里的纪律 说要跟班长或者知书说一声 那就是你们内部的事情 未来的考试呢 按照大学教纲的这个要求 平时的比方说这个测验呢 或者说是作业呢 占40% 然后呢期末应该是笔试 币卷开卷都无所谓了 期末成绩呢 应该占60% 及格分数应该是60 今天这节课呢 因为第一堂课 所以呢大概期呢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跟大家来先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这次呢来到首都体育学院 来带这门课的感受 以及呢过往 至于大学 包括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些感受 实际的经历 第二部分呢 跟大家就开始介入一下我们的主题 今天在课堂的后半部分 跟大家交流一下中国体育媒体的现状 包括呢就是现在的体育媒体是需要什么样的从业者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大约呢是两个月前呢 一个盛夏的傍晚 然后我接到了张鸿伟主任的电话 他是代表 对代表学院呢向我发出这个在课的邀请 我当时呢是在望京附近呢 好来 我当时呢是在望京附近的一个地摊呢 正在那撸羊肉串 我们通话的内容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有点类似呢 就是婚礼你们参加过没有 就是牧师问新郎说 你愿意娶对面的女子为妻吗 然后珍惜她 爱护她 保护她 我就回答我愿意 基本上就是这样 放下电话呢 我下意识的有一些行为 是很反常的行为 比如说我马上就拿餐巾纸啊 把这嘴擦干净 就不留一粒辣椒和孜然 然后天也热 当时是敞着环呢 我说赶紧的给系上 扣子 然后最后呢是柔声细语的呢 叫服务员买单 最后临走的时候呢 把脚底下几个烟头捡起来 放到垃圾箱里 我后来回忆 我说我怎么能瞬间发生这么多的改变呢 我想就是因为从那一刻开始 我是以人民教师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那么教师在我最初的印象里 或者说最直观的印象里 就是为人师表 在我看来呢 一个当年不是很好的学生 是有更大的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学生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可以规范他 至少在他内心当中有可能会对自己年轻的时候 至于老师的某一种教学 没有给予足够的尊敬和重视 心怀愧疚 那么在二十五六七年前吧 在北京工业大学 环境化学系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学习的我 严格意义上讲 确实不是一个好学生 我倒不是说妄自菲薄 是因为呢 我有数据来支撑 我记得当时呢 有一周呢 我们是三十四节课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双修日 有时候单修日 或者叫隔周双修 三十四节课呢 我就上了两节课 是两节体育课 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呢 确实当时逃课比较多 在此之前呢 我要说出这段话呢 可能我还有点眉飞色舞 但是今天站在这里呢 确实说起来呢 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 有点内疚 那么大学里面呢 因为我是学工科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念了五年 我现在回忆起来 几乎所有学的知识全都忘了 因为我就根本没有一天 真正的用到过 所以那些老师 在几十门课的几十位老师 现在印象也都很模糊了 因为确实时间太久了 但是有一位老师 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是大二教我们普通物理的 五十多岁 戴个深度眼镜 跟这酒瓶的底似的 而且不修蝙蝠 穿的呢 也是随便 还难翻口音 你也不知道是温州的 还是广州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门课本身就很难 然后再加上呢 这老师看着也有点好欺负 我们班呢 三十一个人呢 二十个男生 所以呢 就特别闹道 老师上课的时候 有吃东西的 听那个workman的 然后聊大天的 看小说的 记忆喳喳 老师一转过去 还有自己在那练霹雳舞的 就比较乱 但是这位老师呢 就是让我吃惊 就是无论底下多乱 甚至底下的声音呢 都远远盖过他讲课的声音了 他基本上就跟没看见 没听见一样 仍然是在这讲着自己 应该讲受的内容 他之所以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第一 他教会了我两点 第一点就是 任听雨打风吹 我自溃然不动 就庞若无人 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我觉得他达到了 另外一个 他为什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他教会我君子报仇 一学期不晚 期末考试 我们班二十个男生 他一口气舍了十八个 当然我不会这么做对待你们 因为你们也不会那么对待我 即使你们这么做了 我也觉得他那么做不合适 百分之九十的比率太高了 百分之七十比较合适 我觉得 这是我对教师的理解 应该是责任两个字 我觉得我应该为所有的你们负责 至少在这一门课上 我觉得这不算太难 至少比一个男人 为一个女人负责要简单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首先 对于教师的理解 第二一个可能跟你们有直接关系 就是我到底能给你们带来什么 在我们彼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之前 所有在座的同学 我心里面给你们分成四类 第一类就是对体育特别感兴趣 而且未来也有志于成为一名体育新闻工作者 有没有 举手告诉我 就你一个 二三四 都是男生 五 好 你们是第一类 第二类就是对体育不感兴趣 但是对新闻很感兴趣 说未来我不做体育新闻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走入新闻行业 我可以做社会新闻 财经新闻 娱乐新闻 都可以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举手告诉我 就相对多一些了 有男生也有女生了 还有第三类的就是 我对体育 我对什么新闻我都不感兴趣 我当初报志愿就是稀里糊涂 我现在学就是稀里马虎 过后 我随便 我干别的 我不做这行 有没有 来举手 只有一个 那好了 我明白了 那剩下的所有人就是第四类 第四类就是属于 现在正在想 说你们这在聊什么呢 坦白讲 这第四类基本上是绝症 属于无解状态 好吧 除了第四类之外 我现在向前三类来承诺 我可以帮到你们 第一 第一类 感兴趣 对不对 对体育感兴趣 好的 我会把我过去 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 跟你分享 然后我会手把手的 一对一的 去提高你 然后 我甚至可以帮助你 推荐工作单位 那你找一个 相对来讲 你满意的工作 我能做到 这第一 第二 对体育不感兴趣 对新闻感兴趣 如果你去查百度百科 我的介绍的话 我不是最好的 我不是最好 甚至也不是一流的 一个主持人或者记者 但是我应该是国内做行业最多的主持人 我做过体育 其实我最早是做音乐的 音乐 娱乐 体育 情感 时政新闻 财经新闻 家庄 军事 医药 反正差不多吧 这些行业我都做过 我呢 就是一个把有限的这个能力啊 去投入到无限的一种尝试当中的人 所以呢 我想 你即使对体育新闻不感兴趣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交流过程当中 至于新闻 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些 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 包括一些技能 乃至于一些经验的分享 将来你也可以走 走上这个新闻行业 第三类呢 那就是对这个行业 对一个专业就不感兴趣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苦 因为我当初报专业 我学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当时为什么报这个专业呢 就是不知道 因为老师说呢 说可以研究超导 后来我就五年大学 我就没见过超导 所以就总觉得当时是个高科技 现在什么超酷啊 超赞倒是都有 超导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所以那个专业呢 也不是我喜欢的 那么好 那我就跟你分享生活的感受 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交 跟你们分享一句话 你想拥有什么 你就去追求什么 记住这句话 这节课啊 你什么都不要记住 都可以 记住这句话 你现在就开始写 你想拥有什么 你就去追求什么 你们今天呢 是大三 事实上呢 我就在回想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包括现在 很多跟你们同样的同龄人 他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呢 陷入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叫做迷茫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然后你如果你愿意说出来 你说 比方你见到一个老师 你说老师我有点迷茫 怎么办 通常呢 你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 你为什么要迷茫啊 你年轻人 你应该振作起来 你应该更积极 更向上 努力啊 去追求梦想啊 这是一种答案 如果有一天 你们要问我 我会告诉你们 很正常 迷茫 是一种人生常态 你回忆一下 你三四岁 刚有意识的时候 你刚想去拿一糖果 你爸蹭家伙 不让你吃 拿走了 你站在那 无助的时候 是不是叫迷茫 你再想象一下 等有一天 像我们人 终有一死 迷流之际 可能还会有点迷茫 说我最后买哪呢 你心目当中的 所有的成功者 无论是有名的 有钱的 有事业的 我告诉你们 他们迷茫 不比你们少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云 有钱吗 有钱 那么他时时刻刻 会陷入到某一种挫败感 比如 他那天去天河了 他拍出了两千万 但他买不到胜利 比如他这个月 如果说挣了三个亿 等下个月挣两亿八 他就认为是失败 至于说娱乐圈 你们所目所能及的那些明星 他不迷茫 他会吸毒吗 所以这是一种人生常态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 要给出方法 这种方法 基于我自己来讲 就是你必须让你的明天 有所期盼 这个期盼 无论大 无论小 让你的明天 有所期盼 期盼什么呢 比如说 我现在每周 我是这样的 星期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无比期盼着星期一的到来 因为我星期一 我下午去录中超客栈 我晚上去直播中超陪审团 这是分别在新浪和乐视的两档节目 星期一晚上回到家 然后洗洗涮涮 睡觉之前 我无比期待着星期二的到来 因为星期二我通常没事 我可以终于可以约约朋友 出去逛一逛 吃点东西 看个电影 或者在家就睡觉 星期二的晚上 我无比期盼着星期三的到来 至少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见到你们 星期三的晚上 我会期盼着星期四的到来 因为星期四 我要去录一档军事节目 然后星期四的晚上 我几乎盼望的夜不成眠 因为星期五 我可以去寄宿学校 接我的女儿 那段路大概三十公里 我走了大概有一年了 但是我总觉得每一次 都是怀着无限的一种 幸福和期待的感觉 至于说星期五 期待着星期六 因为星期六白天可以跟孩子玩 然后晚上可以去解说比赛 星期六晚上期待着星期天 因为星期天下午 我有一支球队 业余的民间海选的球队 我是主教练 我带着他们踢球比赛 然后晚上去解说比赛 就这样 一周就过来了 我所有做这些事情 看似都非常普通 但是你知道 一半让我能挣钱 我工作我就能挣钱 另一半让我享受生活 所以我觉得 你要是问我说 有多大的人生目标 没有 真的没有 从来没有 我只是觉得 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然后对明天怀有期待 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如果你们也觉得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迷茫 那我就想给你一个方法 首先来讲 就是你想一件事 明天去做了 比如说你好久没吃五道口的包子了 你明天就去 比如说你的床底下有两件衣服没洗 明天给洗了 就可以 所谓不积魁 魁步 无以至千里 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年龄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即使有 但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你不如定一个小的目标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 在这个过程当中 累计的是什么 累计的是成就感 你看我今天和充实 我今天又做一件事 一点一点累计起来 你说这是不是幸福 我不敢说 但是一定是充实 而充实是幸福的前提 实际上日子不怕平淡 怕的是重复 就是Ctrl C Ctrl V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可能刘建宏突然之间决定 不要了 央视了不要了 去加盟乐视了 他也觉得可能不断地重复 对一个40多岁的人来讲 确实是一种折磨 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面临着人生的某一种选择 我认为在这一刻他是幸福的 幸福是可以选择 那么无奈是属于别无选择 那什么是不幸呢 往往是因为可以选择 但是选择错误 那是不幸 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社会 确实是如此 你在看大街上的形色匆匆的人 每个人都在拼搏 无论是有理想的有梦想的 还是没有理想没有梦想为了生存的 总而言之很多的人都在拼命地在努力着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比较 比较的过程有时候就陷入到一种绝对速度的比较 就是我要比你走得更快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就是方向 速度和方向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比如说你走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走在一条错误的方向上 你走得越快 你偏离的越远 所以永远不要为了速度而忽略方向的选择 这一点 无论你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或者选择什么样一种生活 都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所谓磨刀不复砍柴工 有的时候是需要先明确方向 有了明确的方向之后 你即使慢 但是你每走出的一步 都距离你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我拿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一数62个人 25个男生37个女生62个陌生的名字 我用一晚上我就看我争取我都给他背下来 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清晰的记住了一个人 他叫王公柱 哪位 对 是你 因为你名字里边的三个字 我有两个字不认识 所以我就查字典 我记住了这两个字 那柱是向上飞的鸟 然后它有谐音叫公柱 所以我想我这辈子除了老年痴呆之前 我应该能够记住你的名字 所以这件事情很小一件事情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在你学习和掌握的过程当中 第一你要勤奋 有的人说就不查字典 不知道不知道 将来教教就都知道了 第二一个你还要赋予联想 然后你就把它记住了 那么无论你将来做什么 事实上大学期间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逐渐的实现自我认知 就西方哲学讲三件事 第一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是谁 我现在先给大家提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是我 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 你为什么是你 我为什么是我 来王公众 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是你 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首先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然后我是说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是父母给定的 这个我们没办法改变 但是经过后天的教育 以及和家庭的教育 书本的教育 老师的教育 以及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后面的自我的发展 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什么样的事 我认为这问题很复杂 你简单说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所遇到的一切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 不错 这个回答很好 有没有 你 你为什么是你 我觉得我为什么是我 我答案挺简单 我就是我 这就是我 好 你有一首歌 你做 叫张国荣 我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 它这个非常有哲理 就是焰火 对吧 可能有红色的 什么黄色的 什么橘红色的 它可能是橘黑色的 简单说吧 我 我 之所以为我是在一人处 所谓一 就不同 不同于他人 你们都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吗 看过吧 中国好声音那个舞台上 事实上 你说谁比谁一定唱的好吗 因为都有一定的水准 没有一定水准它也登不了那个舞台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成功了 有的人就没成呢 其实比的是特色 你现在仔细想想啊 你说就中国这几个歌手 王飞 那英 寒红 你闭脸的一听他们的声 你是不是就能听出来是谁唱了 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所以比来比去 这所谓叫声音识别度 叫嗓音识别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个舞台上 你想他有个导师他一天听 听个几十个上百个 他根本就记不下来 谁唱的好与不好 但是有一个声音如果突然间瞬间到他耳朵里面 他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所以呢 第一 特色非常重要 第二一个 选歌很重要 对吧 有的人唱一首歌 比方说唱我的太阳 那可能是国际水准的 他要唱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那可能就一下就变成乡村水准的 所以选歌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 运气很重要 什么叫运气 刚好你唱这个歌 你的嗓音被这个导师所充分的认可 你换另外四个导师不喜欢 所以就这一个舞台 为什么说它能够有那么高的收视率或者影响力呢 其实它折射的是一个人生的道理 比如说第一 在一定水平基础之上 你们当中谁有特色 谁就有可能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在一定的水平基础之上 谁选择正确的道路 谁就有可能出来了 比如说你们都水平差不多 但是一个适合于当记者的人 他非得去当编辑 或者一个本身只能当编辑的人 他一定要去做记者 这就背道而驰 那接下来 是需要有人去发掘 发现你们 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或者叫一个流行的综艺节目 它能够给我们 所谓的 未来的职业也好 或者生活道路选择也好的一种启示 所以这是一种规律 所以我之为我 就在一人处 现在每个人实际上都追求成功 关于成功有很多的定义 不同的定义 其实最新的一种说法 美国人的研究成果 说真正的成就感 一定来自于工作之外 你一听这个好像不可理解 说怎么可能 说那应该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 能够成为翘楚 然后出类拔萃 拔得头筹 那才叫成功 那只能说是 当某一个职业 然后他幻化成为某一种具体的标准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足够的成功成就感觉 而恰恰可能在别的地方 他获得了某一种真正的成功感 换句话说 那天晚上在天河 如果广州恒大翻盘了 马云将会在近五年获得他最大的成就感 但是可惜没有 所以从这一点 未来对于大家来讲 可能你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 也一定要有更多的这种触及 比如说你多去关注生活 然后多去感受 然后培养自己的一些爱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会逐渐的 会追求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成就 我在一年前曾经 因为开学的时候 然后我一看这么多的新闻报道 都在报道这新生入校 然后我就有感而发 我就写了一条微博 是在一年之前 我说给新生的几个提示 第一个 你们来听一下 第一个 好好读书少挂科 对得起父母的供养 你们上课是不是有交钱的 实际上是每一堂课 是要父母帮你们来付学费的 我觉得好好念书 至少在这一点上 应该做到 第二一点 集体生活要宽容 要自律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是西方哲学眼中 中国哲学的精华所在 所谓你自己不喜欢的 就不要去强加于人 所以这是一种集体 因为大学里面 集体生活过程当中 自律与宽容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个 至于年轻人 你们这个年龄 肯定要有爱情的这种萌动 我觉得大胆对异性表白 但是谨慎接受异性表白 当然现在可能新的情况 有人说要谨慎接受同性的表白 为什么 是因为爱它其实是一种能力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 会觉得爱这东西很简单 我对你好就可以吗 其实不是 其实爱一个人是需要有能力的 就它和你能吃多少饭 能走多远 能跑多快 其实都是一样的 有的爱的能力高 有的爱的能力低 它低 它没那个能力 你让它去爱 那可能最后结果不会太好 第四一个 就是要尝试自我认知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这个自我认知非常重要 就在于第一 你必须得先认识你自己 然后你再有可能去认识环境 最终能够最客观 接近准确的把你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给理顺 这个非常重要 所谓自我认知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接受自己的既不如人 同时要发现自己的特长 就我有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不如他 我就告诉你 你就不如他 在某一些方面 你一定要跟他比吗 如果说你在某一方面 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但你一定非要说要超越什么 按比例 按概率来讲是比较难的 你不如充分发挥自己特长 来的容易一些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万事皆概率 比如说足球比赛 足球比赛什么叫合理 或者篮球比赛 这不合理 这球 足球比赛是每一个技术动作 需要怎么样才能最合理 合理不代表马就能进球 合理是代表着更大的可能性进球 比如说我一个前腰位置我拿球了 然后呢 踢球的踢球的人可能知道哈 这有队友把球给你了 那么一般来讲 除非对方 这是二打一 你再推过去他下去 通常要转身向这边打 这是相对合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从进攻方向是左路 对方的相对防守的兵力 一定是密集左路 那么你从左路 再回到左路 最终能够形成有效进攻的可能性 要远远小于你顺势转身打到右路 因为这边有可能是一个空档 有空档 有更多的在无人防守情况下的船中或者突破 以及在一对一情况下的 或者叫一多打少情况下的 这就意味着更大的可能 所以没有绝对 所以不是说我让你这么做 就百分之百就一定能够怎么样 不 它是一个概率 换句话说 如果比赛当中有十四这样的机会 你都合理的选择了 那么它最终能够实现结果的可能性 就会变得无穷大 因为你不断概率的累计 更大概率事件的发生 所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呢 可能有时候生活道路的选择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的决定 你不敢说每一个决定 都是都一定会赢得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但是一定要去做大概率的事件 就自己觉得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就男生去对女生表白吧 你自己判断有百分之 这至少得百分之六十往上 你再去做这件事 你就百分之三十二十 你去干嘛 碰一鼻鼻子灰 然后说没事我越挫越勇 其实呢一个人呢 他必须把自己努力在生活当中 我因为我们都是凡人 必须把自己呢在生活当中 逐渐逐渐的积小胜为大胜 所谓呢你做每一件事你自己考虑 然后你去做成了 这就逐渐的会累积你个人的自信 有人说我不怕 我脸皮厚 一次一次打击过后 这人就完了 所以千万不要信 有一些说没关系 大胆去尝试 坚持就是胜利 有梦想就会有明天 都不对 那都不对 所以还是有足够的自省 然后自我认知 他我认知 最终清晰的能够 嫁接比较 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第五个呢就是努力培养 练就一技之长 我所谓一技之长 就是刚才所说的你的特色 就你一定要在一个范围里边 这个范围里边哪怕只是一个班级 往大了说可能一个学校 再往大了说可能一个公司 你要成在某一方面成为不可或缺 哪怕就说这个事就是公司到年会了 那个演出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我能拉小提琴 别人都不会 就可以 你说我拉不了小提琴 我会吹口哨也行 你总而言之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你说我什么都没有 这就不好办了 那么什么是自己的特色 特色 我现在不一定说特色 特色不见得是特长 但是有特色就有基础 什么是自己特色 你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或者你头脑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 你去挖掘 你说我眼睛大 可以 没有问题 或者我脑子里面 我有一小脑特别发达 我脑干差点意思 大脑一般 反正总而言之 你去挖掘一下你自己身上的某一种特长 这种特长或者叫特色 有的时候容易自我 自我就是偏差 认知偏差 你见过特别自恋的没有 天天照镜子 但其实长的也跟我就差不多 但是就觉得自己特漂亮 这个事呢不好办 你还不好意思跟他说 像这个呢就属于啊 标准的缺少自我认知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其实他身上有他的特点特长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 他不觉得自己 我觉得我一无是处 我什么都不如别人 我最差的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去发现 然后告诉你 你这方面行 你去做吧 还有一种就是说 同学之间 我不知道我将来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干什么呢 我怎么办呢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经常这么疑问 我告诉你 你找十个同学 跟你说实话的 一定是跟你说实话的同学 你就让他们给你写鉴定 说你这个人呢 将来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你就问他 最大的优点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实话说给你写 你就拿这个当你人生指导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的特长 所以你将来就是让自己的特长变得更长 有一天 你想那个什么人力的HR什么的 面试 一天到晚的那么多人 你让他怎么分别 你就得用你的特长 直接告诉他 进去不废话 老师 我有这个特长 你看行不行 他一看 这特长确实是挺长的 可能就对你 他就有一个足够的印象 否则的话就是乌突一片 第六个就是戒掉心灵鸡汤和所谓的成功学 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 可能跟你所接触到的某一些 这个成功学或者心灵鸡汤有类似 它乍听起来都是 因为都是讲这些 但是你记着就有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会告诉你的方法 而那些只是喊口号 最新的一个超级演说家 一个冠军的女孩 家境贫寒 上下4分33秒 说的整个的几个导师 加上观众都泪眼朦胧 确实太感人了 我看完我也挺感动 因为人有时候一配音乐 但一看有人流眼泪 内心是容易感动 我一关了那视频 我走过去没五步 我就觉得演讲就是喊口号 简而言之就是我卑微 我要努力 我要实践 完了 即使 什么方法 没有方法 光喊口号 你们曾经被无数次感动 曾经感动过你们那个瞬间 现在还能记住吗 你记不住 感动只是瞬间 一种感受 没有方法 一辈子感动 但是拿不下来一辈子 西梦荣说 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青春的经验 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但对于你们来讲 我觉得如果你们愿意 你们第一首先拥有了青春了 对吧 第二个 如果你们愿意 我把我青春的经验分享你们 然后让你们同时拥有一些 这就是我今天开场跟大家说的 然后三十五分钟 一口气能说这么长时间 好了 我们开始吧 说一说 我们要学的课程 我今天来呢 其实我是带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来 这是今天的今天的最新的一则消息 标题是国务院会议部署发展体育产业 要推进职业体育改革 来 哪个朗诵比较好的 把这段念了 那个女孩子你近点 他们后边近视眼睹 你来 把这段大声的朗读一下 你叫什么 什么 陶仪 好 会议认为发展体育产业 增加体育产业和服务供给 技能增强人民体质 保障和改善人生 对于积极消费 扩大内需和就业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有重要利益 要坚持改革创行成功 依靠市场力量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 推动大众健身 必要减证放权放管结合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选拼 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 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 推进职业体育改革 鼓励发展职业联盟 让各种体育资源活起来 适用群众多样化个性化人生需求 二要盘活用好现有体育设施 积极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有更好服务群众的 在更好服务群众的同时 提高自我永远能力 完善财税价格 规划土地等政策 积极支持社会力量 相反面向大众的体育健身场所设施 三要优化市场环境支持体育企业成长转发 加快产业人才培养 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等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运动康复 健身培训等体育服务业 让体育产业强健人民体魄 让大众健身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字 关键词 加快不是产业 专业人才培养 这是今天下午 各大网站 各大门户网站 各大媒体的一则消息 这是李克强 总理主持9月2日 9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什么意思 谁帮我翻译 这同学 就这一段什么意思 就是进一步发展国国的体育产业 然后几个具体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 你又再给我念一遍是吗 不是就是 取消商业性群 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审批 就是原先就是办一些大型的赛事 然后这个审批的这个程序比较麻烦 但是这一项政策提出之后 肯定就不再办大型赛事的这个程序要讲话 其实另一方面就是 鼓励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这种开展 然后第二点 盘国运用好现在的这个体育设施 并且尽可能的建立更多的体育设施 就是这个我就想举一个 就是这两天比较热的一个 深圳的球场 然后这两天被拆迁 然后大家都去 平调 这一段话道理 这个其实我觉得 其实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 一个国务院的一个政策的宗旨 和现实现在所存在的一种情况 他们这个 国务院这个政策 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就是 要进一步建立场馆 因为德国就是 德国的专业的体育就是因为 在很长很长时间以前 一时间建立了很多场馆 然后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 体育运动设施 然后采用他们的职业体育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然后能够在世界范围上成为领先者 然后第三点 这个优化市场环境 支持体育企业成长 壮大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这方面其实 就是体育产业我国其实一直在说要加快这个发展 但是实际上这个发展非常缓慢 包括体育的这些相关的组织部门 这个办事效率的低下 体育并且这个缓慢分离这个现场就说了很多次 然后可能这个政策如果能够真正的得到贯彻实行的话 那么可能接下来对于就是可能是真正表明了这个高层 然后对于这个体育发展的这种决心 说得非常好 他平常应该对这方面有过一些思考 也掌握一些信息 我认为今儿这个会 这个精神对于未来 你们所有所可能从事的这个行业是一个重大利好 重大利好 因为这里边它实际上是已经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今后工作当中的一个方向 就是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体育传媒自然是体育产业当中的一分子 一个元素并且是推动体育产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股力量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开的这门课 跟今天这个会议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整个的体育产业 有人算过 这个带开发的市场 1500亿 1500亿 也就是说未来无论你们是从事体育传媒也好 还是体育管理也好 体育产业开发也好 你做了个经纪人也好 你还是做什么样的体育的方方面面的赛事的组织等等 应当讲 都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我相信你们现在呢 可能 其实想的最多的 无非呢 我个人觉得 第一 找个好工作 找个好伴侣 基本上就是这样 人嘛 这就是为什么《非诚勿扰》和什么非你莫属火的原因 人的基本诉求就是找一个配偶 然后找一个好工作 这样的话 就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回家完了也挺幸福 那么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呢 体育传媒或者叫体育的新闻工作者 他呢和其他行业或者说其他领域相比 你这个行业是你有能力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其他的领域不见得 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比如说我是跑娱乐的 你是跑体育的 我觉得我水平挺高的 文字能力 这种采编能力非常强 但是 你去应聘的时候 可能人那边有一个比你差的就把你顶了 为什么呢 写个八卦 谁不会 不一样 有什么 有什么 谁比谁抢哪去 但是体育不一样 他要没有足够的相关的知识和专业的这种支撑 他干不了 你比如说你们在座的一定有就对足球一点不了解的 岳位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你说那边有一个足球部的副主任一个职位想让你去 你敢去吗 你不敢去 但是你要说那边有一八卦也不是那个 就是娱乐 娱乐这个部的副主任 你敢去 你说那啥了不起 我天天都在网上看八卦 所以呢 体育这个传媒行业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专业性 有男生 我指的是男生 男生在这方面 你无论你长成什么样 无论你生活当中多么不着调 你只要有能力 我告诉你 你一定能出来 你一定能出来 你一定能够成为 就是说你能够实现你想实现的你的梦想 你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且你发挥你的能力 然后你挣到钱 然后你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一定能 女的我不好说 因为女孩 她所谓的衡量标准 跟衡量男人不得一样 所以有的可能一下就能走上捷径 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 你看那个就是有无数女编辑女记者 这寒心如苦可能得个十几年了 天天晚上熬夜编片子上做版做报纸采访东奔西走 那个叫乌贼流 还是什么 以前玩篮球的 然后就是往那个位置上一推 成了 成了 但你发一个老爷们往上推 推不动 所以就是女性 女孩我个人建议 这是我说的掏心窝子的话 因为我过去二十多年从业 我身边有很多女同事 我个人觉得 做体育这一行 女孩慎重选择 因为什么呢 比较难 比较苦 她比较苦 她熬人 你做个记者 你得都出差 你做个编辑 你得熬夜做版 你就是你 你能踏实在报社做版 你不会想你老公在外面干嘛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女孩在这方面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说 我是个从电视角度来讲 比方我做一个出境记者 那是还是不错的 然后比方说网站 我做一个体育的某一个这种策划 或者是专题的策划 类似这些工作还行 千万别做那种特别具体的那样的工作 对于女孩来讲 比较的 比较苦一点 比较苦一点 那么好了 有了国务院会议的这个精神 事实上 我已经说了 未来的体育传媒将趁着这股东风 会有很大的发展 比如说在这里边说了 放开这个赛事 然后包括转播权等等 也就是说在未来 可能你打开某一个网站 他转播的 是北三环哪个小区 跟哪个小区的一场足球比赛 这都有可能 中国现在体育 它其实是一个招养产业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中国 实话讲 没有体育文化 没有体育文化 中国只有胜负 就中国体育的文化 就是赢了牛 输了啥 就为什么说奥运会的时候 蹦蹦蹦出那么多体育迷 对不对 世界杯的时候 蹦蹦那么多球迷 完事忽悠一下就散了 没了 找不着 因为那都是凑热闹的 那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反正 这时候大家都得关注这个事 我得关注关注 我得升国旗奏歌 这我多自豪 然后我跟人有个聊 世界杯一说 哎呦我得看 我不看他们聊我插不上嘴 我难受 甚至也跟着拿手机在彩票网上 下两块钱 赌个串什么的 完事就没了 就是这种忽悠来忽悠去的 像这种所谓不稳定的体育群体 就证明着它没有一个文化的根基 什么是体育文化 你要简单说呢 是体育所造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这叫体育文化 你要仔细说呢 实际上就是血脉当中的 关于体育的理念的认知 它把体育当做什么 美国人是把体育当做自己的生活当中一部分 就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在欧洲有一些呢 这种比方说职业联赛 英超或者德甲 他们呢 就是很多的球迷 他是当做一种信仰 他怎么当信仰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年呢我去这个 中国有一个球员叫杨晨 杨晨当时呢是去德甲的法兰克福 然后99年 对是99年 然后我呢去德甲去采访他 采访他 然后呢 他头天晚上呢就前一礼拜 多特蒙德也不跟哪个队 反正要比赛 然后之前有直播 我们当时没去多特蒙德 就在家看电视 旁边呢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一个德国人 我一看这个记者在画面里面采访一个多特蒙德的球迷 那球迷一会哭一会笑 我听不懂德语 我问他 我说这说什么呢 他就给我解释 他说什么呢 这个球迷二十多岁 他来球场看球 然后呢 看记者采访的 他就说 他说我今天其实我挺悲伤的 说怎么了 说我父亲呢 前天去世了 不过我现在也挺欣慰的 因为从此啊 就再也没有人跟我抢这套票 因为他们家就一个套票 他爸去他就不能去 他去他爸就不能去 所以你想想 就我们身边当中的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倒有一种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网上乱骂 你看每一条中超新闻 你看就是反正 恒大球迷跟鲁能球迷 鲁能球迷跟国安球迷 国安球迷跟全国球迷 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 就在这乱骂一国洲 人家没有 人真正表达从内心角度来讲 就是那一刻这个球队 这个俱乐部至于我 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 我的情感 所有的价值所在 中国没有 那么什么产业 如果没有文化之称 都是最多一阵风 或者说只能是死水 死水微蓝 不可能方兴未爱 然后又大展宏图 因为文化是内心的驱动力 你比如说 说中国 说有没有话剧 小众 音乐 音乐会 小众 为什么呢 因为骨子里面没有那细胞 你要去奥地利 你随便接上拎仨人说 你给我来个小提琴 嘎嘎的给你拉一下 咱们这你给个小提琴 这是小提琴还是中提琴的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不得不说呢 它跟一个民族或者社会 它总体的生活水平的发展 还是有关系的 包括人的这种认知 但正因如此 我们意识到中国的现在的这个体育文化的缺失 它恰恰是成为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空间 因为它没法再低了 它每进一步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那未来靠什么 那么靠除了政府相关的这种政策的扶持之外 马云为什么弄着弄着淘宝投足球了 12亿扔进去了 因为它突然间发现这东西有聚合效应 它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盈利模式可以去探究 记住 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有盈利模式 关键你能不能逮住 只要人多 只要大家都在看 看一件事 你就看一坨 一坨响 它都有可能 你给弄好了 都有可能就是买卖 这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呢 我相信呢 这个体育产业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啊 那么你从事体育传媒 你最开始可能是个记者 可能是个编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随着整个体育产业的这样的一种丰富 那么有一天当你可能三十来岁或者四十来岁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体育产业的弄潮儿 这都是有可能啊 我只是说有可能 我从来不说这个一定很难很难讲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同的 那么当今的这个中国的体育媒体 比如说你们现在都用什么方式来获取体育资讯呢 什么方式 小伙儿 上网 电视很少 因为你们在这看电视看的不多 没有电视 广播有吗 不听 报纸 现在能买报纸的就说明呢 是想往里面钻 要不买报纸就是看消息 反正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完事 谁赢了 看看几紧 也就这样了 要往钻的 那你就说除了你买报纸 或者你上有一些专业的论坛 什么虎扑什么的 那些都是属于就是技术派 咔咔 三五二三四四三二一 那个给你舆论的研究 那些人挺有意思 我觉得那些人挺有意思 为什么呢 你看 你比方说你喜欢一项体育运动 然后你说我喜欢一个球员 或者我喜欢一个球队 你喜欢这个球员输了 你难受吗 你难受 那么他又不能老赢 所以你就一会难受 一会开心 一会难受 一会开心 这个情感的来回的这种跌宕 你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震荡状 反正你知道今儿开心 完了明天就是很难受 难受完了就是在等着下一次开心 球队也一样 死终 阿森纳死终 什么利物浦死终 切尔西死终 我车 我场 我军 我磨什么的 像这个呢 反正他有一种乐趣在里边 他有一种向往 就是他我挂靠在这 现实生活当中我实验不了成功 我把他寄托在这 就像你们爹妈有的时候自己没成就 说我非得逼着孩子给我有成就 我得在他身上给我体现 那么这是体育 当然的一种 就你关注体育的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我呀 把每一场比赛 我都当做一本书去看 一本新鲜的书 然后你去琢磨 琢磨他的技术啊 战术啊 球员的心理啊 然后你去发现 用眼睛去发现的某一些什么样的细节 这些细节非常有意思 你比如说 这前阵子呀 前阵子呢 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 比如前阵子这个广州恒大在客场对 西西尼和那两个红盘 然后呢 我呢 就分析 我认为高林那个动作是非常脏的一个动作 就是非常欠的一个动作 出示红盘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我就开始通过录像去分析 当然后来一方广东好像得有五千多万广东人都骂我 反正 但是我仍然坚持呢 就是后来我也在底下征询了很多裁判 但他们不敢说话 但是底下他就说 他说董璐你说的是对的 他说这个动作在业余球场上一定要打架 因为很欠 就是他可以躲 但他当时他说我躲不开 但其实如果倒下对的是他妈 他老婆 李皮在这地上躺着 他一定会躲开 就是属于什么 在那种状况下呢 反正你在我脚底下 我就能占一个便宜 就占一下便宜 那么这种发现 其实你不仅是要去发现 你还有需要勇气去表达 反正你骂你祖宁八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比如说像马继琪 马继琪那个光一碰 邦倒地了 对吧 倒地 你注意他那动作 他演的真不错 一般的演员吧 实际上他虽然说倒那下 是有点夸张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确实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你要突然间邦当海倒得利索点 不是很容易 他做到了 最关键的呢 就是他 你再笑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 开玩笑啊 再有就是他倒地的时候 他腿在抽搐 就这就是上了一个邓斯的表演 所以一般有的时候会注重面部表情 但是其他肢体细节啊 表演的时候就会忘掉 但是他没忘 他知道他再蹬一蹬腿 这样显得好像就特别疼 特别痛苦啊 像这些细节 其实他不仅是球场 他是人生百态 所以当你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 每一场都是新的 而当你仅仅用胜负和喜爱某只球队去看待的时候 你只有两个结果 赢或者输 高兴或者伤心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一个是阅读体育的两种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想说一个例子 来作为今天这个课的最后一个部分 2001年的9月或者7月或者8月我忘了 反正总而言之是中国队十强赛的第一场对阿联酋在沈阳五里和体育场 这是看台四周都是看台 人头传动 全是人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呢就在这 因为这是记者席嘛 就在这 当时呢是在赛前做准备活动 观众呢热血已经沸腾了 因为第一场第一场马上就是第一次十强赛冲击世界杯嘛 第一场比赛第一个主场对阿联酋 其开得胜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啊 或者是多么大的一个振奋的消息 然后呢 这 这中国队的这些队员呢 十一个首发 开始呢 跑 往这边跑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在这呢 有俩人 一个是翻译 一个是米卢 我们这直线距离大概得有五十米左右吧 我身边是三百多个记者 然后 这在在热身来回跑 最这边这个人名字叫做郝海洞 他溜边 大盘都溜边 你记住啊 你看那个任何一个足球比赛豪门入场 走在最后边的永远都是大盘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理学 因为我没有当队长 那我就不能走在最前面 我走不到最前面 我就要走最后边 因为最前面是第一 最后面是唯一 记住 你回头再看 所有的 这个大盘都走在最后边 而且与风险杀手居多 我就看 然后全场都在鼓噪 突然之间 我就注意到 米卢就像 我眼里像一根虫子一样 就开始往这边蠕动 一点点就溜达溜达 在这 到了这 翻译也跟着 到了这 我就注意 因为当时其实没多少人能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为那个时候场面太恢弘了 好几万人 整个的鼓噪的 这种场面 我就注意到他在开始溜达往这边走 然后郝爱东跑过来 跑到这的时候 他俩之间有个交流 然后我注意到 郝爱东就是一边回头听他说完 说了一句 哈哈一乐 继续跑 两个小时之后 3比0 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事实上在备战石墙赛整个期间郝海东炮轰过米卢 两个人关系其实很一般 面子上的事 什么叫面子上 就像你们 宿舍里 班上有同学 不怎么过话 两头班上 仅此而已 那么在那一刻 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位移 以及他们的交流 我就在突然间我觉得这一边就很好 比赛之后 我就给他们的翻译姓于 叫于慧贤 我给他打一个电话 因为我们俩之前关系不错 当然我不会问他什么首发阵容 这种独家消息 我不会 我只是跟他聊我就问他 我说今儿比赛之前 老米过去跟郝海东说什么了 他这个地方看见了 我说是 他说是这样 他说就是 老米在这站着 突然间听到全场好几万人一起喊郝海东 郝海东加油 郝海东加油 他听见了 他过去了 他跟郝海东说了一句话 郝海东跑过来 他说好 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吗 说了这么一句话 郝海东一听 哈哈一乐 跑 那场比赛郝海东跟他玩了命似 为什么 就在那一刻 其实米卢用这种方式 其实向他的主力队员示好 说明什么呢 说你记着 所有的观众都在喊你名字 我听见了 你最牛 你很牛 那么接下来 这么多人在喊你名字 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所以我就借此写了一篇报道 就三比零之前的郝海东 我说过 这有三百多个记者 但是这篇报道是唯一的一篇报道 就此话题 那么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自摧自擂 我想表达的是类似这样的发现 是 如果你做新闻 那不包括体育新闻 你必须要拥有你自己的视角 一双发现的眼睛 即使看上去 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样 比如说一场比赛 我们八个人看一场比赛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 能不能从中发现 这就不一样 发现过后 能不能够形成新闻意识 这也不一样 最终能体现出来的新闻价值 新闻特色 也就因此而有着天壤之别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 我真正想表达的就是 未来 无论你们是做体育传媒 还是不做体育新闻 做其他新闻 无论你们将来是做新闻 还是不做新闻 从此跟这行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都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自己独特的视角 什么是新闻 新闻就是 你拥有你自己独特的视角 这种独特的视角的发现 如果在未来养成习惯的话 它就会成为你的特色 成为你的技能 成为你有别于他人的一人之处 所以回到今天 我所谓你为什么是你 我为什么是我 原因就在一人处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 给新生的六个提示吗 你们现在不是新生了 你们过了两年了 但是这条微博呢 去年和今年我发了两次 一共有六十多万的阅读 然后有上千的转发 几百条评论 其中有不少的留言是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早看到这条微博 他们也许现在已经毕业了 所以如果在未来 在某一天 当你们又一次看到 我这条微博的时候 我愿意相信你们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因为你们看到了 然后接下来 能有所思考 有所作为 在未来的十七节课呢 我们是鼓励讨论 今天我讲的比较多 因为我是想 密集的在短时间内呢 把一种理念呢 告诉大家 这样的话我们就以后不再讲这些了 我们就集中围绕着专业的技能 去分享 我们会有一些案例去实作 然后我们会分成几个战斗小组 我们讲究团队 然后有对电视感兴趣的 有对报纸感兴趣的 有对网络感兴趣的 它因为有不同的新闻传播规律 这个慢慢的呢 我们会一点一点去肢解 去给它分解 可能有的呢 我希望我将来想做一个主持人 或者是解说员 有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出境记者 有的时候我想做一个文字记者 有的时候我想做一个新闻编辑 等等 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 没关系 未来呢我们都会 一一一的去设计 时间有很多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了这些 也不成系统 但我想万变不离其宗 我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指向一个点 这个点我希望你们能够捕捉到 今天我留个作业 只给那些想写的人 明天凌晨2点45 德国队阿根廷 这是世界杯决赛过后 最短时间之内 参加决赛的两支队伍 就再一次交锋 我留的这个作业呢就是 这场比赛可能你们看 你们晚上肯定看不了 那么如果你们在未来几天 有时间上网周末 看看这场比赛 看看这场比赛呢 写一篇评论 这个评论的视角 我简单提示一下 它一定要对比世界杯的决赛 那么比方说教练有更迭 主力队员框架有不同 拉姆什么都退队了 小朱或者是这个诺伊尔当队长了 然后这边这个阿根廷的主力队员 有几个都改换门庭了 然后对比一下 能够写出一篇评论来 这个是这样 没有说每个人都交 因为有不感兴趣或者不看 你就不用了 谁想交 谁想写 那就写 写 写完之后寄我邮箱 董璐全篇 atvip.xinlan.com 我说完 这没记住的 基本上就是 未来的可能很难做一个记者 因为记者有时候 你得说完 赶紧记下来 好了 7点42 多了8点 8点42 多了两分钟 今天的课到这 现在问大家一下 就是未来你们希望几点上课 是6点半 7点还是7点半 听你们的 6点半 早一点好不好 早一点 早一点这样的话你们还有点时间去 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好吗 好 然后要写作业的呢 反正就是在下下礼拜上课之前 传到我邮箱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我下节课呢 可以拿出来做一些点评 下个下节课呢 我们就重点呢 给您 不是给大家呢 来分享 分享一下当代的 这个体育传媒 比如电视 网络报纸 他的行业揭秘 就是每一个行业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规律 他的操作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发展的 现阶段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以及未来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 好吗 就这样吧 谢谢同学们 谢谢